Hello大家,今天好像又是这样的形式跟大家聊一聊 在深圳的话就是这样,大家适应可能就好了 还是以日记的形式 记录一下我今天的一些行程吧 还主要是和老板的一些沟通和聊天 聊一聊他的一些布局 也思考一下我在未来在这个布局当中的一些角色 那其实对于大家来说 我想说的就是我会一如既往的做好我自己的本职工作 就像这个视频一样 我每天都会继续在记录生活也好 或者是分享包包也好 或者分享知识也好 现在呢是刚刚剪完了昨天的视频 还在发布当中 现在已经晚上八点了会比较晚了 所以今天还会有小朋友在催更 说今天不发布视频吗 今天没有视频吗 我说在深圳好像没有很高质量的视频 但是一定会有 一定会记录 今天老板聊到我的视频已经日更了九百多期了 然后他说出来往往是那种带着自豪的 然后呢 对于我来说也很受用 我觉得这是对我的一种肯定一种表扬 那他他说的就很就比较客观的来讲的话 他说如果一个这样做事情的人 他都做不到啊 很很很好或者很好的成绩 那什么样的人才能做出来成绩呢 所以他还是很认可我的这种死磕的这种行为啊 如果不行我就不断的强化自己 不断的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啊 不断的去思考怎么能够把更好的内容带给大家 或者是思考怎么把我的一些信念分享给大家 我的一些习惯或者我的一些工作的标准分享给大家 其实我做的视频的目的呢 也就限于此了 就是我会一直在这里 我提供的服务就是这样 认识我的人 如果有需求的话 有可能会及时找我来满足一些服务上的需求 如果没有需求 那未来有可能有需求的话 也会来找到我 我想这就够了 今天开会开了一天 也算是蛮辛苦的 一直坐着 然后就还挺疲惫的 但是还是觉得收获满满 会觉得会是一种心灵的沟通 或者是一种能量的吸收 那这种能量可能不是一下子就能显现的出来的 但是一定是作为我来说的话 我的人生路途上的这个阶段 必须要经历的 必须要感受的 不然的话 未来有可能不会遇到我想要的质变 那可能很多时候就是这种量变 产生质变这种逐渐的过程 因为外面的社会 外面的世界也是一直在变 那其实我们可能需要变化一些东西 但是也有可能我们需要保持一些东西不变 其实像今天这种和老板也好 和同事们也好 之间的这种碰撞 其实就像是我们所理解的沙盘演习是一样的 有可能在投入很大资金去做一件事情之前 我们先进行一些验证 那有可能我所想的很想当然的东西 很理想化的东西 在老板那边可能都经历过 然后他会告诉我这个事情 有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 或者说他看到过类似的液态或者模式 那其实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好 那么容易 所以作为我的话 可能最近仍然是在沿用之前的一些做法 一些方式 如果有可能的情况下 多跟大家去分享一些知识 同时在分享的过程也是我自己学习的过程 我还是比较喜欢这种吸收知识的这种过程的 同时大家也不吝赐教 如果有新的知识 新的内容的话 也一定要分享给我 通过评论也好 或者是通过私信给我也好 今天是4月10号星期六 这是我在深圳的第三天 明天见 明天有可能要去店里面多去拍拍照片 然后在朋友圈里面可能会看到有一些变化 好吗 我们明天见 拜拜